謝謝主席 我們請陳主委 請陳主委上報告台 謝謝 委員好 謝謝主委 今天在這裡其實有好幾位委員都去提到 我們是不是有雙重標準的問題 對於武漢、湖北回來的同胞 和其他國家回來的同胞、鄉親 我們有沒有給予雙重的標準 尤其是助記這件事情在這裡沒有取得 反對黨的幾位委員的諒解 而且我看主席還相當的激動 那本席在這裡要回顧一下 這段期間中國因應武漢肺炎的諸多的做法 我想還原一下為什麼我們基於黃疫的需要 我們確實會有不一樣的標準 當然我們首先要請湖北武漢的 所有的這些鄉親同胞諒解 這絕對不會是一種歧視 絕對不會是一種排斥 但是基於防疫以及基於我們對於武漢政府 中國政府對於相關疫情過去的作為 我們確實還應該要保留一定的疑慮 對於中國的疫情到底是什麼 我們還是要保留一定的疑慮好不好 我們來回顧一下這整個過程 大家看一下 在12月1號去年12月1號的時候 是最早的已知病例被揭露 12月12號的時候武漢市的醫院也接到了一名 這個海鮮市場男性69歲的病患 我們看到第一時間 中國的專業體系是很稱職的 他們跳出來了 一個是12月16號 武漢的市經營臺醫院趕快進行隔離 趕快收集樣本跟數據 12月24號的時候市中心醫院趕快把樣本送去廣州 維基因公司進行檢測 26號廣州維基因公司檢測出來 已經說有一個跟SARS類似94.5%的病毒出現了 然後廣州在12月27號這個維遠基因公司 就把完整的病疑低症的主序列呢 共享給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 最高的研究機構 然後30號北京博奧醫學檢驗 所以就把檢驗報告發回給醫院了 然後李文亮就示警了 中國的醫療專業體系在第一時間 按部就班的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而且在12月30號以前已經驗出來 這是一個不得了的疫情 而李文亮他的遭遇是什麼 第一個台灣就在第二天我們開始警覺 李文亮市警是12月30號 台灣在12月31號的時候我們警覺啟動 邊境檢疫應變措施 武漢包機進行登機檢疫 李文亮的聲音被台灣當局尊重了 但是中國的打壓開始出現了 就在第二天李文亮12月30號的市警 在12月31號的時候中國馬上出來講說 沒有明顯人傳人的現象沒有 然後1月1號他就被傳喚了 1月1號中國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他要求專業體系不得再檢 而且銷毀樣本要求他們銷毀樣本 然後把華南市場的現場破壞 然後傳喚李文亮 這是多麼重大的措施 措措措大措特措 措施了第一時間可防可控 該做的沒有做 專業體系有板有眼 政治體系開始出手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到的 1月5號引力疫情 再說一次沒有人傳人 而美國在1月6號就警覺想要來 但是不讓他們來 重點是1月7號習主席 他竟然下令春節要造就 防疫不要影響節日氣氛 這是推波助燃 竟然做這樣的指示 竟然做這樣的指示 同樣的事情他們發生多少次呢 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到 很後面的1月19號了 武漢還在做萬家宴 還在做萬家宴 而且到1月21號了 湖北省委書記省長 他們還大半春節團拜 還發燒生病 還上台表演 幾條軸線我們看一下來 第一 專業軸線 我們非常的有板有眼 可是 他被壓制 12月26號做的 12月27號 12月30日 1月1號就被壓制了 而推波助燃包括什麼 政府在做的都是推波助燃 包括1月7號 習近平要求不要影響節氣 節日氣氛 包括1月19號 武漢的萬家宴 包括1月21號的 所謂的團拜 這個都是大型的傳播聚會 然後隱匿疫情 讓所有全世界的國家認為不重要 這種隱匿 除了內部對專業的壓制之外 對外的通報不斷的重複 沒有明顯的人傳人 沒有明顯的人傳人 包括12月31號講一次 1月5號講一次 1月10號再講一次可防可控 1月11號再講一次 沒有明顯的人傳人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間是如何的急轉之下 在1月21號的時候 在1月20號21號 我們看到23號封城 19號還在辦萬家宴 19號還在辦萬家宴的時候 如果疫情嚴重 不可以辦萬家宴 如果疫情不嚴重 為什麼四天後 竟然是舉世震驚的武漢封城急轉直下 主委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包括湖北的政府 包括中國的當局 對於武漢肺炎這件事情 帶著隱匿的態度 壓制專業 然後讓世界各國疏忽 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 世界各國出現疫情 是在什麼時候 日本第一個疫情出現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日本首例是在1月16號 1月16號首日出現了 可是中國還在說 沒有人傳人 但是事實上 14號的時候 台灣去的專家 跟中國當地的專家 其實已經定調 1月14號已經定調 有人傳人的可能 已經定調是人傳人 該病會人傳人 我們去中國大陸的專家 回來的記者會 就說會人傳人 而14號在中國當地的專家和他們 開會定調的共識 就是會人傳人 但是當專家 共識會人傳人的時候 一直到19號 都還對外 對全世界稱 不會未發現人傳人 都還在辦萬家宴 所以 到底武漢湖北的疫情 中國目前的因應態度 是不是百分之百透明 是不是改變了過去 這麼嚴重的隱匿的姿態 我們是要帶著百分之百的信任 來予以配合 還是我們維持一定程度的謹慎 然後武漢 或者是湖北回來的同胞 稍微辛苦 配合整體疫情的防疫 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是一種歧視 而是當作 對於中國疫情是否透明的 一種謹慎的反應 本習在這裡是鄭重的呼籲 我們應該這樣看 主委 你看這個過程 觸目驚心 謝謝委員這麼詳細的 整理跟對照 看完這個 就很簡單一句話 不停的事情 就是這樣來發生的 所以怎麼樣亡羊補牢 強化防疫工作 那麼疫情指揮中心也特別強調 國人從大陸回來 那麼特別是指定這個湖北 那它的蛋黃區就是武漢 這些要用包機的方式 那雖然我們這一兩天 有一個比較變形的方式 用指定航班 指定這個地點 但是整個防疫的工作 也是滴水不漏 跟過去包機也是一樣 所以這些完全在防疫指揮中心的政策指導之下 我們努力來達成 所以我們一方面雖然有助記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跟武漢的包機 接回事實上也是在談對不對 是 對不對 好 所以不能誤解成說 所以不要去誤解成說 我們是狠心的 是對自己的同胞殘忍的 然後是雙重標準的在 這樣歧視自己的同胞 我覺得當我們做這樣的看待的時候 是不公允的 是的 而且事實也不是如此 是的 謝謝委員給我們這個機會澄清 事實上是都在談判的 我已經澄清了一個上午了 好 再度澄清 好 我想回顧這整個過程 我們對於中國的疫情 是否透明的這個部分 維持一定程度的審慎 在審慎之中 維持一個友善 跟專業與人道的相互的溝通 我想我們就照著這個步調下去 好不好 好 辛苦你們 謝謝我們管委員 謝謝 謝謝 我們早上發言到林文瑞林委員的時候 我們就休息半個小時 讓大家休息用餐 然後接著我們請張祁路張委員